火箭这个夏天的重要演员之一 迈克尔、卡特、威廉姆斯刚刚宣布 他会在新赛季生批火箭一号球衣 火箭队的一号 很难让人不想起记忆里的那个篮球诗人 麦迪 早已入选名人堂的麦迪 却至今也没等到他的球衣退役一事 那么 麦迪还能等到他的球衣退役吗 麦迪的巅峰期 前后在魔术和火箭度过 如果有球队愿意为他退役球衣 那肯定是这两支球队 但目前来看 这两队都没有为麦迪退役球衣的打算 早还在火箭打球的末期 麦迪的一号球衣 就归属了星云阿里扎 而麦迪换成了三号球衣 阿里扎之后 洛选秀斯科特 麦卡杜也穿上了一号球衣 后来伊赛亚 卡拿 阿里扎又先后穿上了火箭一号 加上如今的麦卡威 麦迪之后 已经有四位球员穿过火箭一号 再想向亚云球衣退役前火箭 让谁穿过十一号 可见火箭队退役麦迪球衣的愿望并不强烈 其实火箭队前老板亚历山大早在公开场合 暗示过不愿退役麦迪球衣 十七年麦迪入选名人堂时 有记者提问 亚历山大是否曾经想过为麦迪退役球衣 他却这么说 特雷西是我最喜欢的球员之一 他也是NBA最伟大的球员之一 他入选名人堂时至名归 那你倒是回答啊 拐挖摸掉啥意思相比较之下 火箭退役姚明球衣的消息 可是早就放出了 但且老板对麦迪球衣退役却闭口不谈 这态度实在是太过明显 亚历山的尚且如此 更别说火箭的新老板了 那么魔术可能为麦迪退役球衣吗 答案也是基本不可能 麦迪在魔术待了四年 除了拿到得分王 其他基本没啥亮点 也没有为球队的太好的荣誉 如果魔术真的愿意为其退役球衣 这标准若是低了点 更重要的原因是 魔术最伟大的一号并不是麦迪 而是哈达威 他在魔术下历六年 得分最不如麦迪 但巅峰也能贡献 二十加七的数据 而在这六年里 他五次带领球队杀陆季后赛 其中更是带领魔术历史 第一次杀入总决赛 论地位 麦迪确实不如哈达威 倘若魔术要退役一号 哈达威应该才是第一选择 不过魔术也给了麦迪补偿 他们在今年正式让麦迪 成为魔术对名人堂的成员之一 和其他魔术的史公勋们享受同样的荣耀 但无论如何 麦迪的球衣退役恐怕是真的无望了 乱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